說實在的如果說你現在是上書大人 風往哪吹你往哪裡倒的話 那雖然你可以一時爭取到人家把選票蓋給你 可是這終究還是別人的票 就像那四年前用所謂民進黨基本盤的支持去吹票選上來之後 他四年後發現說 這些票當中還是有一部分其實是別人的票 那他現在如果說追求連任 他往這所謂的中間也就是說 討好淺藍、討好淺綠 然後再往這個路線靠攏的時候 他萬一如果沒辦法在未來建立其他的核心價值 他在兩年後或是四年後 他一定會再次發現其實這些都還是別人的票 柯文哲的崛起讓很多的民眾覺得就是說 或許好像白色力量會不會是另外一種選項 可是在這幾次的這個 在柯文哲的這個台北市長任內這四年 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其實柯文哲上除了政治議題很熱很夯以外 在市政的議題上面坦白講並沒有太大的建樹 那這個政治議題很夯的這個部分 又讓民眾覺得就是說 過去他一直標榜自己能夠遊走在藍綠之間 可是大家現在慢慢的民眾在看 在看柯文哲的一些舉動 不管是小野的舉措、複聯會的舉措 還有他一些發言 特別是對很多的這個國際關係的這個部分 這樣的一個評論 那這些部分大家慢慢開始覺得就是說 其實你好像不是一個說 你一個人去打破了藍綠板塊 民眾後來慢慢的看得清楚 其實柯市長他現在目前也都是 每走一步都是政治算計 這個政治算計是在於他自己個人的利益的政治算計 而不是在於大眾全民的利益的政治算計 他的政治算計在於說 我要集結更多的友好的議員 所以任何人只要挺我的支持我的 我都支持他 那其實對民眾來講 民眾會認為說 你應該是把你自己白色力量的部分 應該是用比較宏觀的立場來看 不要再去集結成黨的概念 而是你應該是用白色力量去改變現況 甚至藍綠沒辦法做到的你做得到 政治從短線上來看 當然可以做很多的議題操作 去一時的去讓別人覺得說 好吧 你是第二好的選擇 但因為你是最有可能當選 所以我投票給你 也就是所謂的氣保效應 可是你靠著氣保選上之後 你還是要去重新考慮說 我今天旗幟鮮明的這個旗子 到底要打的是什麼 你要有了這個旗幟鮮明的旗子之後 你才能建立起一個所謂 真正屬於自己的盤 柯文哲選擇的是一種 比較猶豫的方式在走這樣的一條路 所以他在很多的選擇裡面 他不願意表態 那到最後其實民眾會覺得說 不表態的人 不一定是佔得了便宜的 模糊有時候是好事 但模糊有時候是壞事 那我認為選首都市長 他的政治理念必須要清楚 模糊對首都市長來講 我覺得不適宜 可能是一個保護傘 但不是他的責任 他的責任是把很多的議題 他的理念講清楚 我覺得這才是首都市長的價值 在這裏面上有一個人的責任 他在這裏面上有一個人的責任 他在這裏面上有一個人的責任